只要家里有锅,就能做出美味的叉烧 想要叉烧好吃关键要选梅头肉 加入姜片、生抽、蚝油、叉烧酱、蜂蜜、少许盐 抓匀后,用蜜饱糯蜜时代保存 腌制一晚上更入味 起锅烧油,放入腌好的肉肉 小火煎至两面金黄 倒入上下的腌汁再加半碗水 小火焖煮20分钟 最后大火收汁 切块摆盘,太美味了 吃不完的叉烧用双链蜜时代 密封保存保鲜更久